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段影片有人給我說 你姐姐好像很囂張 我姐姐 我哪個姐姐 她說 五永媚 大家都姓五 你怎麼看你姐姐 神經病 我不喜歡和別人認親認戚 大家同姓三分親 老鄉 大姐 阿姐 別人說她擺阿姐款 在一些報道中 大家怎麼看五永媚 她這個人究竟是否這麼囂張 她最近上了一個晚吹 請大家給我一個like 不知道剛才有沒有說 都不記得了 五永媚說擺阿姐款 秒嘴狂串 練美娟 網民說 佩服阿娟姐EQ高 怎樣呢 不是怎樣 是前輩 她擺你 我擺你便受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對不起 是這樣的 大蝦細 如果你問我這些位置 她說是播出街 其實只是說一些女人的事 讓我一次賣 你找五永媚的 是說色情的 她說色情的 是出了名的 五永媚 她是大情大性 她也是扮 老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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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呢 擺出阿姐的公教 明顯是沖著娟姐而來 不停狂串 娟姐全程拿著背部 你問我這些位置 她們拍攝之前當然是想過 五永媚自己說 那些人喜歡看 正正常常做了訪問 是報道都沒有 五永媚過ViuTV 做晚吹 語言句號 做娛樂圈不搞 這些事情 你不用搞 你不會搞這些事情 你都不要搞 五永媚搞這些事情 很厲害 你看那些港男 在那裏扮文養戲的那些 不是真的嗎 看到男人high極 最多是滴水 會不會這樣 你看那些AV女優 有沒有反白眼 要急救 要人工夫 神經病 她是誇張的 她做節目效果 五永媚 她不做你 哪有得這樣說 是嗎 分享購物趣事 五永媚公開的消費比例 住屋方面 最大消費 買屋是她最貴 主持追問 為何丈夫要她夾錢買樓 五永媚就不耐煩 平時不夾的 有時候我給一下 買樓 買樓 大家夾一下 買東西或者 接著一句 她說這些隨心 娟姐就說 她馬上啪著 五永媚 反白眼 她說這些有沒有家事 不關你們的事 好嗎 關你們什麼事 隨心 別人說這些 打完場 是不行的 側頭側細的 但是當勞和娟姐 努力控制場面 保持笑容 打完場 我們不說房子 我們說開支 那些 可能是崩口人的崩口碗也不頂 是的 有時候這些房屋的買賣 是沒有好處的 真的 你夫妻有時候 有時候的東西 越多 聯名各樣 就越煩 不免得說 這些是她家事 一說到買房子 跟稅務有關 無緣無故要有你的名字 為什麼那些東西 又要給你 我那些東西又給你 這些真是 很煩的 說得入一點點 不免得說 可能崩口人記 崩口碗 但是看到後面那些言語 似乎是 串的 但是這些串 你不要以為自己身材好 她說練美娟 別人說 阿娟姐有36D 這樣說 催 很棒 但是你問我 五穎梅 年輕 如果跟阿娟姐 叫娟姐 可能她比我還小 同一個年紀 我選五穎梅 但十年我都選五穎梅 五穎梅是性感 她年輕是 你看那套百分百的感覺 她跟郭文輝 做愛那套 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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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墳場做愛 那五穎梅幾位 死傻 是性感 五穎梅 還有選美 那些出來的 娟姐 就 娟姐 說她買衣服 她家裡有四百 四百多件睡衣 有很多還沒穿過 她更遺憾 沒有穿過那些睡衣 用來拍攝寫真 但這樣可惜 五穎梅是一個這樣的人 也挺大花童 你問我這些位置 不需要那些東西就不買 你老公頂得你信 給我發神經 所以說有錢人 要捉門對捉門 他們這些大明星 小時候又說 出來選美 又嫁過老公 又遺產 又等等 不過她說我沒有遺產 我不知道你 那些東西就 但做這麼多年 明星一定賺很多錢 那些錢不知怎麼花 睡衣都有四百多套 娟姐又鼓勵 不可惜 現在你回去再拍攝 她說意指她外貌身形 多年來其實都保養得很好 但是 五穎梅又發神經 說用背脊得著娟姐 面對著當勞 我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身材好過我 她不要以為身材好過我 就說這些話 嘩嘩嘩 玩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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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八婆 其實 你說扮八婆 是不是真的扮 她本身也有那種格 她才會把那樣東西放大 她肯定就是這樣想 人啊 有兩個自己 一個本我 一個超我 控制到她 放誰出來 人有一半善一半惡 有個婆婆在馬路上跌倒了 有個車在接近 兩個反應 要是衝過去救她 要是有個 扯死過婆婆 你有那個選擇 你什麼時候放了魔鬼出來 什麼時候放了天使出來 她這個節目 就放了魔鬼出來 是吧 就是假裝 你問我意思 娟姐也要火速澄清 她說什麼 我不是這樣 我不是這樣 真的有心 不怕遲 是吧 那意思 五行薇 再次看著她 娟姐 立刻向當勞求救 你說你公道 當勞立刻 要化解尷尬的氣氛 扭耳仔 說她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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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打工 我們去下一個環節 麻煩麻煩 她說搞得很僵 其實ViuTV的節目 就是少了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不怕舊 最重要是受 安德尊和李錦聯 又是玩這些 和宋芝蓮 是不是 芝蓮還是希蓮 我忘了叫什麼 宋芝蓮 宋芝蓮 不是玩這些 有時候 一口砂糖 一口屎 ViuTV 最沒有這些 最沒有這些事情看 你其實說 老屎 忽然假裝是欺負 其實不是的 不是的 你要有人做醜癮 有人做上把 才好看 為什麼林敏聰和曾志偉 要蓋來蓋去 好似說 阿聰落頭 一天撞到Bosco 我現在還記得 他不做這些事情 鬼人認識他 做明星不只是靠靚 五官的角度 你隨便在街上 一條街上 看鬼妹 可能我在泰國 隨便有兩三個鬼妹 比明星更漂亮 明星是什麼 沒事要搞出意外 將突然地高歌 浮誇 沒事要搞出意外 我覺得五明媚是這樣 你明白嗎 如果你說他黑人憎的人 他不會在這個圈裡立足 黑人憎的人 全部被人封殺 尤其是 無線電視可以這樣說 長期由女人掌權的 一個公司機構 女人就是罪什麼 如果他平時這樣得罪女人 他肯定沒得生氣 他這麼耐心 別人就是看中他這種性格 所以他耐心 只好ViuTV一向就是欠這些 現在偏偏新聞都有 我其實也不差想說 但他就說五明媚吸氣 他以為自己老屁股大了 誒 裝模作樣 浮誇 說五明媚你很不專業 很無禮貌 那些 他今次表演自己是這樣 但他們這些老屁股 有一句說話 我今次不得下次做好 他又不怕沒得混 你明白 cancel文化 對某些人是cancel不到的 有些自己cancel自己 他們這些混了這麼多年 所以為什麼說 不要說阿姐 你姐姐什麼 我一開始說怎麼會是阿姐 她跟我媽媽差不多大 對不對 姐姐 依依 我小時候看她 都是姐姐 不過她那時候比較成熟 姐姐與依依之間 這個意思 她的背份做了這麼多年娛樂圈 她怎麼會不懂得玩呢 她以前的東西還拿勁抽 即是說一下她的性史 不用說感情 只是說性史 她說 自爆交往超過30個男朋友 究竟內媒說她 究竟這個人是瘋子 還是人間清醒 人間哪有真情在 總之是兒子她都愛 現在有個老公 她修心養性 別人那時候問她 你老公偷吃 她說 我也是食家 真是 談不成就分開 談得好就在一起 她自稱是食家 她演技好不好 五穎薇演技好 她做今宵大廈的時候 演了一個不是她的她出來 還有以前 她的五官也不是特別立體 但是拍出來是很上鏡 我想她的樣子是挺精細的女人 她自爆交往過30位男士 大陸的媒體可能不止都未成功 說少了可能 第二個女明星就說 什麼烏我名節在這裡 對著五穎薇 男朋友而已 她沒有說和30個男人睡覺 你不要這麼猥瑣 有些中學有個女生跟我說 我拍過十次拖 親過都是一兩個 其餘的拖手 就當成是 你可以當成是 人家以前那些年代 保守一點也未成功 我說 試過在螢幕前 大談男女之事 有人笑 五穎薇 癡癡狂狂 口不責言 有人稱讚她 活得清醒 大情大聲 所以 入面的心有兩個自己 其實你看她也可以看你怎麼看 你說她 你老屁股在這裡欺負新人 收屁一八婆 你TVB過來欺負ViuTV 別人請她回來ViuTV 當然不會這麼想 一定是想 我找到五姑娘來做話題 搞匪民 搞所有事情 搞到有人理會我們的台 宣傳 最重要是有聲音 做這行 不是說 正平負平 柳德華 我不是想做流馬車 五仔你之前說過 差很遠 還有一個警戒比流馬車更壞 告訴你 什麼呢 色利老鼠 那叫做 是的 總之有報道 都叫做在這個圈裡存在 沒有人提醒你 就叫做收屁 喂 有些事情叫做十足一清 你做很多壞事 若智恆突然發奮 你好像古天樂 或者明哥 去派飯 那些位置是特別容易上 十足一清 又十清一族 做很多好事 突然間原來這個混蛋 外面是什麼 混蛋 怎樣偷吃 你會特別覺得他是混蛋 但他平時可能是若智恆 偷吃也是這樣 他十足都不介意 十一族 那五妹 這些人 他很懂得玩這個圈 你說他有什麼 有什麼所謂 婚又結過 老公又香過 他跟他第一任老公 是十三天 就結婚 老公就香了 是不是 他有什麼未經歷過 與其在你之筆寫到我 我壞壞 不如我自己 是不是 什麼 他很好笑 五妹的瘋子 是怎樣說出來 你知道 如果在電視台做節目 在電視拍出來的節目 根本上露點是最大的禁忌 那永薇是否露點呢 應該是沒有的 但他說的言語當中 是極度色色 他在節目大談自己拍戲的時候 那個語貼掉下來 那些事 他怎麼說呢 他說 哎呀 我的語貼呢 他說為什麼是啡色的 不是不是不是 粉紅色的 為什麼是粉紅色的 他可以 說自己粒的 用來開玩笑 掉了語貼 假裝 為什麼是啡色的 哎呀不是不是 粉紅色的 你說他多好笑 這個女人 他甚至跟陳敏思拍YouTube的時候 他有時候就說 選帥哥還是選帥哥 我當然選帥哥 陳敏思扮小的 我當然不行 他很痛 然後五穎薇就說 小的 他交了那麼多男朋友 小的他怎樣 你跟他做愛的時候 你要裝叫 他根本沒有感覺 他真的什麼都不怕說 他連人很有趣 他們剛剛出來出道 五穎薇都做過新人 做過亞姐 出來是公公敬敬的 好有趣 人呢 你破了自己的禁忌 你那個人就會衝破了一些東西 就好像他那樣 那些性器官啊 色情色啊 嘗嘴唇邊 你說串你一個練美娟 是不是叫練美娟 娟姐 串你一個所謂ViuTV的什麼 他完全是沒有道德 不是道德 道德那個枷鎖 他脫了那把鎖 所以他是可以很 自在地去做這些事情 長期做這些事情 隨便說的 他不知那時候說什麼 說開陳山聰 他說哎呀 為什麼不搞陳山聰呢 隨便什麼死都說得出來 你自己看他的那些事情 就最過癮了 是吧 五星薇 他不是走 他以前就走性感 有些人說 這麼骨頭都性感 他真是性感 這個女人 可能你不夠年紀了 是吧 我小時候看他 那時候 阿姐姐真的挺正 那現在就走什麼呢 就是把口不收啊 大癲大肺啊 那所以他就成功了 擁有今天這個新聞 是不是 應該很多人都可以跟他學習 不過就 人都是要去到某個境界 你才可以做到他這件事 要不然你說這個新人 學到這麼臭串 你死硬 你死硬 他沒有的 他不怕沒得做的 已經去到 他娛樂圈 就是那個枷鎖 有些人進來做這行 我來賺錢 我這麼詠媚 他心想 我的錢都多到花不花 你有沒有聽到他賣東西 四百件底衣服 很多都沒穿過 說過那些睡衣 他根本這些人都不用休 正所謂就是什麼 人欲無求 對 應該官到無求 他人欲無求 這樣說 就膽自大 我有什麼不說 我誰不怕得罪 就是這樣 你分析了他的心理就是這樣 如果你問我怎麼看不明白這個人 我就這樣看他 對 今天來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給你聽 拜拜